好了,欢迎大家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文学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不同 现在讲到文学意识和历史意识的第三点的不同 第三点的不同主要是由因果观念来看 怎么由因果观念来看呢 就是因为文学和历史是不同的 文学会对于一个事情 他有时候只是讲原因而不讲结果 又或者他只是讲结果而不讲原因 跟历史意识的做法不同 如果讲历史,很多时候就要讲原因又要讲结果 讲因果关系,怎么发展下去 一个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呢 有什么影响呢,就是原因和结果 文学很多时候就不需要这样,两样都讲完 有时候只是讲原因,有时候只是讲结果 又或者文学可能根本就是由因果观念里面超拔出来 由因果观念里面超拔出来 由因果观念里面超拔出来 不是直接,不是真的想讲的因果观念 有时候,有时候是有追问原因或者追问结果的情况 但这些追问原因或者追问结果的情况 其实他都不是真的想要去追求知道因果 其实他都不是的,其实都不是的 他做这个撤问,追问这个原因或者追问的结果 很多时候都是想呈现出一个境界出来的 这些例子之前都有讲过的 在诗歌和散文里面,有很多要求根本是由因果观念里面超拔出来 刚才大约都讲过,他不是真的想讲因果观念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由这个因果观念里面超拔出来 有些散文和诗歌就好像问原因,有些就好像问结果 但他其实又不是真的想知道原因,又不是想知道结果 这些就是由因果观念里面超拔出来 所以唐君毅先生,他以前说过 他就说以前很喜欢某一种文学 就是喜欢哪些呢?就是喜欢那些 就是喜欢那些完全超出因果观念那些诗歌、散文 完全超出,因为他觉得那些文学最后的目标就是 要直接呈现一个具体的境界 他喜欢那种,可以直接呈现某个境界出来的 这个具体的境界要呈现出来 文学作品要呈现一个境界 他想营造一个境界 这个具体的境界如何呈现出来呢? 很多时候就要突出了这个境界 你突出这个境界的时候 这样就要和前面的原因 和后面的结果 有一个截断的关系 你要截断了它 不要理会的原因 不要理会的结果 这样呢 中间这个具体的境界就很突出了 这样 亦都需要和前后的时间截断 不要理会前面的时间 不要理会后面的时间截断它 只是看这一段当刻的具体境界 就变成只是纯粹说一个现在的境界 或者一个直接的呈现 唐先生说他自己比较喜欢这一种作品 这一种文学作品 不过呢 后来 唐先生的说法 他觉得 他不是否认这一种看法 而是觉得 如果直接这样说 就可能说得太快 因为文学作品 固然要讲境界 但也不是完全不讲因果关系 不是完全不讲因果观念 一说一来就说 他完全不讲要超出因果观念 这样就说得太快了 因为原来在文学作品里面 很多时候都有很多讲到这个事物的原因结果 会有很多关于这个事物的因果 关于这个因果关系的罪述 文学作品里面有的 关于这个因果关系的罪述 这样呢 在文学作品里面 其实有很多作品 都是善于去表现出这些事物的因果关系 其实呢 文学作品里面很多时候都有这些关于因果关系的罪述 亦都很擅长去罪述这些因果 表现出这些因果关系 亦都成为一些后人所传重的诗句 这些都不少的 这些诗句 现在就 接着我们就会介绍几首诗 这样呢 里面都有这些诗句 这样我们可以慢慢看一下这些诗歌 好了 其中一首呢 就是这个杜甫的诗 杜甫的诗 水滥险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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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水滥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 水亭的栏杆 那意思 就是他在一个亭那里 这个 倚着栏杆 在那里消遣散深 这样呢 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呢 就是这个作者 这个杜甫 杜甫 大概就是在唐宿中 上元二年 杜甫 定居草堂之后 他经过一番经营 在这个草堂那里 经过一番经营 这个草堂呢 越整越好 草堂是元某 扩展了 多了很多树 这个景象呢 就漂亮了 这个草堂 那杜甫 他自己的经历呢 就是 经过长期的 顛配流离的生活之后 终于 现在呢 可以在草堂那里定居了 有一个安身的处所 看到一个 这么好的 环境 那于是 就写了一些 关于 歌颂自然景物的诗歌 这首呢 是其中一首 这个 这首诗呢 就是这样说 他说 去各 牵营堂 毛村 跳望蝎 晴江平小岸 幽树万多花 世雨如移出 微风燕子邪 城中十万户 此地两三家 去各 牵营堂 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 草堂 道府现在住的草堂 就离开了 成都 都很远了 这个 就是去各 的意思 就是离开成都 很远了 牵营堂 就是这个庭院 很开阔 庭院很开阔 这个 毛村 跳望蝎 就是说 四周围都没什么穿落 这个 放眼望去 是一望无济 所以叫 毛村 跳望蝎 跳望出去 没什么穿落 可以看得很远的 晴江平小岸 就是这个 晴壁的江水 这个 江水的高度 和岸 差不多平的 看出去不是錯落很多 所以看出去覺得很遠的 所以水和岸不是分得很清 水岸是融為一體 幼樹萬多花 即是那些繁盛的樹木 就算是晚上也有很多花 幼樹萬多花 小雨如而出,微風燕子斜 在小雨蒙蒙下,魚躍出水面 微風燕子斜,微風雜雜 燕子掠過天空 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城裡,城都城裡有十萬人家 但我現在居住的草堂附近 只有兩三燈火,非常清閑自在 這首詩說道府在草堂裡 看到環境和清閑的心情 這首詩說道府在草堂裡 有兩句很出名的 就是這個小雨如而出,微風燕子斜 這兩句就是歷來被人所傳頌的名句 尤其是這個小雨如而出的出字 寫到這個,不是說這條魚跳出來 一個現象這麼簡單,這個出字 寫到一種歡欣的感覺 這條魚好像很歡喜地在水裡跳出來 其實當然是道府自己的心情很輕鬆愉快 所以才寫出這樣的字,這個小雨如而出 微風燕子斜的斜字 也可以看到燕子好像很輕盈 這個不只是說他斜的角度 不是一個現象 這個覺得這個燕子很輕盈 很明顯這個出字和斜字 都流露到作者道府那種喜悅的心情 所以寫出這樣的詩句 世語如而出,微風燕子斜 不過現在唐先生的意思是說 很多詩歌裡面都寫到一些因果關係 甚至有時候這些因果關係 我們讀的時候都未必能上得到 所以如果由這個因果關係來看 世語如而出,微風燕子斜 其實這兩句除了寫出一個境界 一種心情之外 還寫出一個因果關係 這個…在這個關係裡面 這個… 條魚為何會出呢? 條魚為何會跳出來呢? 其實就是因為細魚 所以是細魚而出 在這個細魚的環境下 條魚就會跳出來 微風燕子斜 這個就是這個… 燕子為何要斜飛呢? 就是因為… 當時是有些微風 它乘著這個微風這樣飛的時候呢 就有些少少斜飛了 這樣… 這裡呢… 也是私人看到這些自然環境 所寫出來的一種因果關係 這個… 不過當然啦 這種因果關係 不是一種很絕對的因果關係 所以我們讀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 讀這些私人的詩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只會把這個… 細魚和魚而出 或者微風和燕子斜 就… 視為兩件事 很多時候呢… 我們把細魚而出 細魚的情況下… 條魚跳出來 有微風、燕子、斜飛 好像是兩件事 每一句講兩件事這樣… 好像是一個… 各自存在的兩件事這樣… 有時我們呢… 未必… 想得到… 他們呢… 其實呢… 是有一個相連的因果關係的… 可能… 我們見不到… 這個… 他們是有相連而有因果關係的… 兩件事… 那… 如果… 讀者… 未想到的時候… 那麼… 這裡呢… 就可能… 不夠這個… 杜甫用心的細物了… 因為… 按照計… 杜甫… 他寫得這樣… 裡面其實… 也都包含了… 這個因… 除了想寫一種境界… 或者寫一種心情之外… 裡面… 也都有… 這種… 這樣的… 因果關係在裡面… 其實… 如果不是… 他也不會這樣寫… 不過… 讀的時候呢… 就未必一定… 這個… 很留意到… 這樣… 所以… 這裡呢… 唐靚藝先生都覺得… 杜甫用心都挺細物的… 好了… 這樣呢… 跟著呢… 我們又看看另外一首詩… 都是杜甫的詩… 黑夜… 這首詩是這樣的… 黑誰何曾著… 秋天不肯明… 捲簾殘月影… 高枕軟剛升… 繼絕無衣食… 陶窗窮… 陶窮長有生… 老妻書數子… 英式未歸情… 這樣… 這樣… 這首詩呢… 就講這個… 黑誰何曾著… 秋天不肯明… 即是說呢… 黑誰何曾著… 這首詩人… 黑居她鄉… 這個… 又怎樣… 睡得著呢… 黑誰何曾著… 秋天不肯明… 他總是覺得… 秋天的夜晚… 不可以… 不肯光明… 好像…夜晚很長… 這樣… 秋天的長夜… 漫漫長夜… 這麼久都不光明… 這樣… 所以叫做… 黑誰何曾著… 秋天不肯明… 捲簾殘月影… 高枕軟剛升… 即是說… 捲起窗簾… 看見這個… 殘月的光影… 這個… 高枕軟剛升… 即是說… 那個… 枕頭… 是高的… 高枕… 就聽見… 很軟的… 浪陶升… 這個… 這樣… 高枕軟剛升… 這個… 繼絕無衣食… 即是說… 這個…生計… 這個詩人呢… 找食… 就… 比較困難… 這個… 這個… 生活… 比較困難… 生計… 很笨絕… 所以呢… 醫食呢… 都沒有什麼著落… 所以叫做… 繼絕無衣食… 逃窮… 像有生… 這個… 這個… 所以這個… 在這個… 很處境… 艱難的情況下呢… 就只可以… 依靠朋友啦… 老妻書… 數字… 英式… 未歸程… 即是說呢… 現在呢… 就寫給這個妻子… 寫了幾… 幾張信子… 幾封信… 這個… 這樣呢… 就應該讓她知道… 為什麼呢… 我到現在還未曾回去… 英式…未歸程… 知道我… 還未歸去… 還未曾回去… 那個情況… 是怎樣… 這樣… 這樣… 寫到一個… 詩人呢… 在這個… 客居他鄉的時候… 睡不著覺… 掛念家中妻子… 那種… 這樣的… 心情… 這個… 這首詩應該就是… 保應元年秋天… 杜甫呢… 就… 預備回去成都… 但… 怎知成都呢… 就這個… 有人作亂了… 這樣呢… 於是… 杜甫呢… 就要… 避走他鄉… 去了紫州… 這樣呢… 這個… 所以這首詩呢… 就是… 它流落紫州… 回不到去成都… 那時候寫的… 好了… 這首詩裡面… 有兩句… 比較有名的… 就是這個… 卷廉殘月影… 高枕軟光星… 這個… 卷廉殘月影… 高枕軟光星… 好像只是寫這個… 月影光星… 寫這個… 秋天夜晚的景象… 但是… 其實呢… 就是表示… 這個… 詩人… 是一個… 客居他鄉… 睡不著覺… 那種… 這樣的感情… 這個… 這個… 所謂的… 高枕軟光星… 高枕呢… 其實就是… 這個… 紫州… 周圍… 很多山的… 那些… 光水呢… 就在… 很遠處的山那裡流下來… 那麼… 夜蘭人靜的時候… 在枕頭上面… 睡不著覺… 那麼… 聽到這些… 流水星… 浪屠星… 那麼… 所以… 他覺得… 這個… 聲音… 很高… 比枕頭更高… 所以呢… 有種… 高枕的感覺… 高枕軟光星… 那麼… 卷念… 殘月影… 高枕軟光星… 啊… 啊… 就是… 現在我們想說的… 就是這種… 因果關係… 詩歌裡面… 有沒有些… 因果關係的說法呢… 這兩句也有的… 如果… 由因果關係來… 去看… 那麼… 裡面講到這個… 殘月影… 殘月影… 就是… 這個月影… 為什麼會殘呢… 就是因為… 這個月影… 飛了進去… 這個… 不是飛進去… 這個… 不是飛進去… 這個… 這個月影… 影了進去… 這個… 蓮裡面… 被蓮遮了一點… 的時候… 就變得殘了… 這個… 即是… 月影不是這麼… 完整… 這樣… 所以叫… 卷念…殘月影… 這個… 高枕軟光星… 高枕軟光星… 就是因為… 剛才說過… 這樣… 就是… 睡不著覺… 那些水… 在高山流下來… 所以呢… 就覺得… 這個… 枕… 好像… 那些水好像很高… 那樣… 高枕軟光星… 這個… 所以… 為什麼覺得… 殘月… 為什麼覺得… 高枕… 這裏… 跟那個… 因果關係… 是有點相關… 這裏… 其實這裏… 都表現到… 一種… 因果關係… 的意思… 在這裏…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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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介紹… 多一首詩… 就是這個… 諾賓王的… 禅詠… 那… 諾賓王呢… 都是唐朝的詩人來的… 這個… 諾賓王呢… 他… 出身寒門… 這個… 很小時候已經可以作詩了… 所以… 諾賓王呢… 就是… 號稱神童… 這樣… 據說呢… 有首很出名的詩… 叫… 詠俄詩… 這個… 很多… 小朋友都讀過的… 這個… 呃…呃…呃… 叫做神童… 七歲已經可以懂得作詩… 那麼… 諾賓王呢… 是唐朝… 初期… 主名的詩人… 所謂… 初唐四傑… 即是… 王渤… 楊炯… 盧照鄰… 和諾賓王… 四個人呢… 合稱… 初唐四傑… 那他… 另外還有一首詩… 也很出名的… 就是叫做… 《於逆水送人》… 這個… 這個… 即是說逆水送別… 講經阿… 就是… 此地別煙丹… 壯士法充官… 昔時仁以末… 今日水游寒… 這首詩呢… 都很出名的… 這個… 諾賓王的著名作品… 在武則天光澤元年… 這個… 這個… 徐敬葉… 起兵討伐武則天… 這個… 武則天想做王… 要做皇帝啦… 這樣… 那麼… 那麼… 諾賓王當時呢… 就是徐敬葉的幕僚… 幫他起草了一篇… 叫做… 為徐敬葉討武照核… 這樣… 就是… 痛斥武則天的各種行為… 這樣… 這篇文呢… 他寫得很好… 這樣… 連武則天也讀到… 武則天也讀到… 這篇… 核文… 這個… 裡面講到… 我微不肯讓人… 胡微偏能或主… 這個… 這樣… 讀到這裡… 咦… 好像講到… 武則天… 迷惑這個主人… 這裡… 武則天也… 都… 很不開心… 很不高興… 這篇文章… 竟然… 令他流落… 不能夠幫我做事… 錯失了這樣的人才… 即是覺得這是一個人才… 他不開心… 不是因為… 這篇文章… 說他不好… 而是… 他不開心… 是因為… 竟然… 錯過了這樣的人才… 這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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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隨敬葉討伐… 武則天就失敗了… 武則天是做了皇帝… 這樣… 那… 那… 諾賓王呢… 就不知所蹤… 有個說法就說他被斬… 有個說法就說他投江而死… 另外還有個說法就說他替法出家… 引居在深山某個地方… 這樣… 最後就… 都不太太知他去了哪兒… Pain喆… 這首詩叫諾賓王賣了… 諾賓王他… 他自己在唐高宗兒鳳三年的時候 Lehrer所寫的… 那… 當時這個諾賓王呢… reservoir … 就是這個… 即是… 做一個官就… 不是做得〇大子… 他怎麼當地聲為… 是菲氏他… 這樣他… 上梭朝廷… 發表一些政治議論,捉怒了武則天 被人無憾,說他貪妝,所以捉了他坐牢 諾賓王被人無憾坐牢的時候寫的 所以這首詩是諾賓王坐牢的時候寫的 他最後被人卸臉出來,還可以做過世官 去做過地方官,去了臨海縣做官 所以後人也有人稱呼他為朗臨海 這首詩是說他在監獄中聽到秋禪的悲鳴 故影自憐,所以就以這個蟬來講自己 寄予自己,詠物寄義 寫他當時被人無憾的心情 寫得好含蓄偉怨,悲憤之情,日於言表 泳賓這首詩是怎樣呢? 泳賓這首詩是說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心 不堪懸憤影,來對白頭淫 路重非難盡,風多響二尋 無人信高傑,誰為表語心 西陸蟬聲唱,西陸即是秋天 秋天裏面,蟬鳴不斷,南冠客思心 南冠即是囚犯,即作為囚犯 思鄉仇心,這個 不堪懸憤影,來對白頭淫 懸憤就是說那些蟬的黑色的刺旁 不堪懸憤,來對白頭淫 白頭淫就是他自己,滿頭白髮 即是說他見到那些蟬就想起自己 年輕的模樣,年輕的時候都是黑髮的 但現在他已經滿頭白髮了 不堪懸憤影,來對白頭淫 路重非難盡,風多響二尋 即是說那些露水打濕了蟬的刺旁 那些露水是很重的,所以那些蟬的刺旁 就舉不起,所以那些蟬的刺旁 都覺得困難,所以叫做露重非難盡 飛不到進來,風多響二尋 即是說秋天的風聲就很多,很大的風聲 這樣就蓋過了一些蟬名的聲音 叫做風多響二尋 所以這個蟬的名聲都沉了下去 那麼這個風多響二尋,其實也是比喻自己 比喻這個諾賓王他自己,沉冤難生 沒有法治能夠申訴 這樣說,無人信高潔,誰為表與心 即是說,無人相信像蟬一樣有這麼高潔的心 那麼又有誰能夠明白我的心呢 所以,所謂,無人信高潔,誰為表與心 那麼這首詩裏面呢,有兩句都很出名的 就是這個,露重非難盡,風多響二尋 露重非難盡,風多響二尋 裏面,露重和風多,就是形容這個環境 這個形容這個環境有很多的壓力 所以叫做露重風多 除了寫著一些自然環境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比喻,比喻當時環境很大壓力 這個,非難盡,響二尋 都是比喻這個諾賓王他在政治上面 那個濟語,非難盡 即是比喻他在政治上面不得而 很困難,這個,無法治 這個,他被人任用,沒有人任用 這個,響二尋就比喻他的言論受到壓制 這個,他的聲音沒有人聽到 所以叫做響二尋 這個,即是環境壓力令到他所說的言論沒有人聽 這個,所以蠶是這樣,詩人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露重非難盡,風多響二尋 講蠶,既是講蠶,亦是講詩人 物我打成一片,混容不分 這個,露重非難盡,風多響二尋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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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正正因爲路重,所以非難盡,因爲風多,所以響而沉 所以這裏詩仁正正也是借這兩句詩 固然是講一個境界,亦是講一種心情 借這個詠物來講自己的一種心情 但是同時亦是講一個因果關係 所以詩歌裏面亦是有因果關係的敘述 之前也說過,詩歌可能要由因果關係超伐出來 但是有時候亦會講一些因果關係 不過我們有時候未必留意到這個因果關係 詩人亦是很細緻地講到某種因果關係 這個路重非難盡,風多響而沉,亦是一種說法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跟大家講一下關於文學意識的問題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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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